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影响到的产业会是哪一个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产业 那个产业受影响 比如说现在中国经济出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 然后美国还针对 以国家安全跟人权的理由 针对一些敏感技术 高新技术 也有做制裁或限制 比如说跟无人机有关的 跟高速运算有关的 跟量子运算有关的 跟AI有关的 还有跟人脸辨是有关的 那那个比如说在乌克兰战场上 为什么有很多俄军的将领 就是被乌克兰干掉 是因为人脸辨事 他一出现以后 那个人脸辨事 确定这个人在什么位置 然后飞弹就按钮了 就打 就就可以精准打击 所以人脸辨事 并不是只是在抓逃犯 在都市里面 那个马路上很多监视器 那个不是只有那个 在军事上斩首行动 就是要靠人脸辨事 然后所以你看到那个 还有超级电脑 这个军事用途 超级电脑 5G通讯 这些高速传输 像军舰在海上 用的也是5G通讯 高速传输 飞机在空中看到 侦察到目标 传到后面 后面那个分派任务 第一架战斗机目标哪里 第二架哪里 第三架哪里 这种高速的那个 讯息的来来回回 都是高 都是5G通讯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去打华为 所以你看 以个别企业来讲 美国打最重的就是华为 再来的话 像那个海康威视 一些刚刚讲的 有跟人脸辨事 无人机这些有关 无人机在后面 空中拍照以后 这个资料传过去 大家那个做分析 解读以后 分派任务出去 所以这些跟国家安全有关 跟人权有关的 这个都是美国 现在优先打击的 所以就企业来讲华为 就行业来讲晶片 你这个都知道 半导体产业 晶片这个产业 在很多武器 军事用途都很普遍 像这一次 像俄罗斯 就是因为拿不到晶片 所以它的军火得不到补充 那有时候 中共的潜水艇 比如说如果晶片 没有更新的话 那说不定它那个演算 政策能力受限 可能在海底的时候 会出状况 所以很多地方 跟军事有关 跟敏感性高的那些技术 美国都会限制 那这个就会构成 对该行业的一些打击跟影响 那就是像被美国对付 也包含像微信支付 为什么需要特别针对 不是不是 抖音 抖音 那微信支付也是有 它是这样 抖音本身是被列出来的 一个比如说 有些很多国家 开始限制抖音 理由是因为 那个个人资料的安全 这是表面上这样说 也没错 因为有很多的用户的资料 会被盗用 会被挪用 但是抖音的背后 微信 微信有一个东西 其实才是美国很在意的 就是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的意思就是 中国的那个微信支付 那个在海外销售的时候 购买的时候 它刷微信支付 这样子结果 照理说国际游客 在海外那个消费的时候 刷卡 应该是刷美元 透过美元结算系统 它可以绕过去 对 然后你刷微信支付的话 等于是说绕过美元 那对美国来讲 这个很严重 因为美国的金融 这个很重要 那你中国游客 在国外消费的时候 只要店家接受微信支付 那就等于 从美国的那个 Visa卡 那个万达 这个信用卡 这些等于跳过去了 绕过去了 所以他要针对这个 微信支付 所以就 也包括蚂蚁金服 这些金融业 电子支付 我们通称电子支付行业 那中国做这一块的话 等于绕过美元 也就是去美元化 那如果这样普遍下去的话 那很多中东的企业 欧洲的企业 都接受微信支付 还是其他的那个支付工具 那美元就被排挤了嘛 所以美国要对付是这个 就是你想去美元化 绕过美元 在国际那个消费 刷卡的时候 不刷那个美国 这边的那个信用卡 而是刷中国的微信支付 或其他支付工具 是这个美国很在意 VJ 好 刚刚其实吴老师呢 有一个重点就是 美国这方面 其实是可以来撼动 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 如果中美现在对抗的话 中国经济会往下破总 其实这样子我们得做一个背景 原来美国经济跟中国经济 是算是割良好 就是闷声花大财 一起有钱给大家赚这样 那一直到后来 川普开始打贸易战 然后本来是想 这个改变这个贸易的失衡 因为美国有很大的逆差 这个情有可言 因为逆差国是客关税 顺差国应该是降关税 让别人比较好卖进来 以便消除这个贸易失衡 结果中国反过来 把美国客关税 当作是你在对付我 所以我也以牙还牙奉赔到底 就习近平讲的八个字 结果中国也去客关税 那这样别人的东西 更不容易卖进来 结果就贸易的那个失衡更严重 那所以这个不是解决 贸易失衡问题的办法 不过从贸易问题的背后是这样 美国原来跟中国经济 算是有互补性 双方乐于做贸易跟投资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然后后来发现 美国发现 原来把中国经济拉进全球化 可是中国经济里面 大家都知道 是全力在决定 利益的分配跟重分配 那全球化把中国经济 拉进来的结果 这个经济利益很大的成分 是被掌握权力的阶级 我们简称权贵阶级拿去 所以中国社会里面 还有六亿人在贫穷线 或者贫穷以下 所以还有大量的人口 并没有真正脱贫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发现跟中国的经济来往 其实是帮助中共 来巩固它的专制体制 让那个专制的机器 能够对内镇压 对外扩张 那这样不是美国的本意 也不符合国际秩序的 这个和平跟安全 所以美国才发现 这样不行 所以现在美国在兑付的 其实是中共的这个体制 而不是某一个行业 还是 就算习近平以后下台 就算改革开放重来 美国也不会放心 因为还会有下一个习近平 只要中共这个体制不改 他一党专政跟党内独裁的话 权力的集中 就告诉你权力没有分散 没有制衡 那这样的结果 很多经济利益 都会往权贵阶级集集中 那整个社会 还是不能看到中产阶级的崛起 不能看到这个公民社会的成型 那美国把中国经济拉进全球化 拉进国际体系里面 目的是希望看到中国 往好的方向演变 结果现在发现 只是在帮助共产党 这个专制的机器 让权贵阶级 这个过得很舒服很好 可是社会底下 还有很多老百姓 其实还在贫穷 贫穷线 或者更糟糕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算这样不行 所以美国现在发现 一定要把中共这个集权 专制的体制 把它结束掉 那我们知道是习近平 他就是这个大国崛起的策略 但是刚刚吴老师一再的提到 现在美国就是打压 就是针对 我就知道针对你这个整个体制 所以现在两边在抗衡 那现在中国内部 其实一直不断在提倡 所谓地毯经济 吴老师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经济 地毯经济 其实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人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年轻人事业 现在国家跟政府 也照顾不了那么多 因为出口部门大约有1.8亿人到2亿人 现在出口订单都跑了 所以很多出口部门制造业这边是 受到很大打击 那么这些释放出来的人口 以前就是把他们赶回农村 因为很多人是从农村来到大都市 现在就叫他们回农村 叫什么 叫做回乡创业 就自己找活路 在这回乡创业 那在留在城市里面的话 让你摆地摊 就是说 等于说承认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暂时让你们去摆地摊 所以他是针对就业问题来的 有些新年失业率这么严重 对对对 他就是说等于说 好了让你们摆地摊 你们自谋生路的意思 所以那这个是一种 不得已的办法 理解 好那现在如果中国的经济 这样翻黑的情况下 会不会引起的是一个 全球的金融风暴 哪些国家可能受到影响呢 副老师 第一个所有 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 来做出口的 这些国家会受影响 那比如说德国的汽车 本来因为已发达 经济体的汽车 已经饱和 只剩那个胎铸换新换车 那汽车市场还会成长的 当然是中国 尤其是 比如说到了江泽民 胡锦涛这个时代 中国经济还在往上走的时候 他的汽车需求量蛮大 德国可以卖汽车 我们都知道 台北街头很多都是德国汽车 当然还有很多日本车 那一样 那再来韩国 韩国很多比如说科技产品 日本很多消费电子产品 都想迈进中国大陆市场 那台湾这边的话 可能有很多供应链 是在中国大陆组装制造 这样子 那问题是这些 这些的话 现在都会受影响 第一个 供应链跟组装的部分 已经分散到其他国家 那中国特殊的 比如说中国的稀土 还有中国的某些 它具有特别有竞争力的一些部门的话 美国就说 那我还是继续跟你做生意 所以叫做不脱钩 但是去风险 就是降低过度依赖的风险 降低地底风险 我如果口罩 那个卫生用品 都从你中国出来 然后你一旦发生疫情 还是发生什么地震水灾什么的 然后出口出问题 那我们全部受影响 所以它说要分散 供应链分散 叫做多元化 这个叫降低风险 或去风险 是这样子 那这些的话 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它现在受影响的部分 就是包括很多东南亚国家 也是把销售市场 终端市场 一部分也放在中国大陆 不过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往下走 它的内需市场都不太好了 所以它能够消化吸收的 别的国家的出口 肯定因为它的购买力的收缩 它的外汇储备的收缩 而逐渐的消失掉 现在德国也看出来 汽车卖不进去 因为它的外汇储备跟购买力 现在承受很大压力 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崩盘 那就要问吴老师 有没有接下来他们第二个 可以依赖的产业 第二个依赖的对手 他们其实应该依赖的产业 我把你看我们回顾一下 它最先依赖的是外来直接投资 就制造业的组装工厂 后来产生红色供应链 把供应链也搬进来 然后再来是基础建设投资 这是工部门的公共财 然后其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 那个都饱和了 机场大城市的地铁 这些都饱和了 还有水坝 发电厂这些基础设施 这些都饱和了 再来就是那个国营企业的固定投资 像钢铁业石化业 这种固定投资 水泥业 那这个都也都饱和了 固定投资也饱和了 再来一个就是房地产 所以四个大的投资 全都饱和了 四个投资 基础建设 那个外来直接投资 基础建设投资 固定投资 跟房地产投资 全都饱和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第五项 我先问你 我们台湾以前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不是有奖励投资条例 我们的投资是奖励哪一种 民间投资 中共有考虑到奖励民间企业投资 没有他在打压民间企业 你没有发现整个缓过来 他在对那个民营企业 大型企业的话 是叫做产业监管 叫做共同呼吁 钱吐出来 罚款这个罚款那个 他在收割民营企业 完全相反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 你看我们台湾以前 就是奖励民间投资 这包括什么新竹科学园区 一大堆传统 从那个加工出口区 到科学园区 我们那个都是民营企业投资 然后我们的国营企业在收缩 然后民营化 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民营化 他们是没有重视民间投资 民营企业这一块 因为什么他们担心 民间经济越来越大的话 国有企业受到挤压 这样的经济就不再是 社会主义为主题 所以他们那个意识形态蛮重的 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中共其实没有真正摆脱 他的社会主义思维 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对美国是误判 他不了解资本主义 不了解市场经济 他居然不了解中国经济 之所以现在所谓改革开放 取得重大成果 是美国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美国提供出口市场 美国给他最后一国待遇 美国解除贸易跟人权的挂钩 然后美国帮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 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都影响很大 然后他因为利用了美国壮大了自己 然后现在回过头来要对美国叫板 要跟美国争夺霸权 叫做新型大国关系 你知道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 他说的是说太平洋够大 融得下两个大国 夏威夷以东归美国 夏威夷以西归中国 美国说哪有这回事 这跟我们的经义不一样 哪有这回事 美国是海权国家 他重视的是海洋疆界 那陆权国家重视的是领土疆界 像乌克兰那个都是陆地国家 那乌克兰跟德国 法国还没有领土还没有连接 中间还有其他国家隔开 那台湾的话 这个台湾的海洋疆界 跟日本的海洋疆界是相邻的 直接连接的 所以为什么日本韩国会跳起来 菲律宾澳洲都会跳起来 因为这是连接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中国有一个误判 严重的误判 就是所谓大国崛起 严格讲 二战之后 美国成为霸权 世界霸权之后 已经没有大国崛起 可是中共还在相信 他有大国崛起 他的东升西降是指 东升是指中国大国崛起 然后追求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包括把台湾统一回来 然后西降的话是指 美国的力量在走衰 美国的霸权在没落 所以两个加起来 叫做东升西降 他这个判断是错的 因为他这个错误的判断 他战狼外交 跟大家叫板 然后到处横冲直撞 没有用 他搞错了 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国崛起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成为霸权之后 包括日本的重建 德国的重建 还有英国 法国这些 全部是在美国眼皮底下的 那个繁荣跟发展 是美国同意 美国支持 你才有所谓大国崛起 这种大国崛起 全部是在美国眼皮底下的 包括你中国崛起 当然也包括韩国 台湾的那个战后的经济扩张 经济发展 没有美国的同意跟支持 的话 你不可能有什么大国崛起 所以中共现在不了解这一点 以为他真的大国崛起 要跟美国叫板 现在美国对付你的话 中国经济马上出现问题 没错 的确大国崛起 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定义的 这其实是要全世界 都要来认同 我们今天也谢谢吴老师 加入我们的观点好谈